诶 这是什么东西啊 谁的丸子丢这儿了 诶 没人 奇怪了 算了算了 先带回家看看去 宝斯嘛 你们说这是什么呀 怎么又像手表 又像发射器啊 看起来还有点眼熟 这个该不会是 拼宝召唤器 不是吧不是吧 真的跟动画片里长得一模一样啊 嗯 圣子正好买了几张拖宝战士卡片 在这儿就是啊 不然用他们来试一下吧 要是有反应的话 那就对了 先来一张亥浪狂沙 五花 太浪狂沙 真的有反应啊 再来一张荣言秀神 荣言秀神 本毛骑士 羊毛骑士 旋风战神 旋风战神 不是吧不是吧 真的让我剪刀的召唤器啊 等一下 这台的眼中卡片没滑呢 咱们继续来看看看 东西有世王 这是什么啊 不是吧 真的出现了一个光阳狮王 难道这个真的能召唤出脱宝战士啊 那前面这张怎么能出现啊 对啊 我还有一张 再来试一次啊 超速猎鹰 超速猎鹰 真的出现了超速猎鹰啊 竟然真的被我召唤出了两个脱宝战士 给你车车来看看 先来看这款酷炫的超速猎鹰 快看 它那样是猎鹰和模拟飞机的合体啊 就有两种超酷炫的形态 超出来 哇 这质感 人质太棒了 身上的每一处细节都做得超好啊 对了 还有这只鹰 看起来真的酷炫了 咱们俩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合体模式了 十分银河 超好刺激 对了 这款银河侦探超速猎鹰 还有两个其他的形态呢 一个是猎鹰形态 一个是载质形态 咱们赶紧来给它们变形一下 猎鹰形态就比较简单了 直接把脑袋扳回来 再往外一拔 前转一下 快看 每日九种有声的鹰就断声了 再来看看咱们的猎鹰开始能变成什么样吧 哎呀 贝贝变形怀承 好酷啊 对了 还可以把猎鹰安装上去呢 宰剑模式的第二种形态诞生了 以及一种还有霸气啊 不那么 你们觉得是它的宰剑模式更帅呢 还是它的机甲合体模式更帅呢 记得在屏幕去告诉我 对了 还有一个光药狮王的 咱们赶紧来说一下它变形 以后是什么样的吧 开机 出来吧 哇 听到他们的小狮王 这机甲也太酷了 据说啊 这狮王机甲能变成一辆跑车 不过啊 咱们想来看看 它们三个合体是什么样的 先把小狮子投进机甲的胸腔内 再把背部给安装上 这全部武朵和战斗模式 真的太有安装感了 接下来就来看看它的宰剑模式吧 先把小狮子取下来 开始变形 否则 宰剑模式变形完成 这真的太帅了 小狮子也是可以变形的 把她的腿拉出来就可以了 等你这样就行了 小伙伴们 这两款鱼盒正弹 你更喜欢拿鱼盒来的 你告诉我吧 听说最近凯与在做两周年的活动 你是显着那么多凯与的卡牌 咱们还没到C卡的实体店去逛逛呢 走走走 今天就带大家去感受一下 凯与两周年的节日气氛 刚到门口就发现大大的活动牌 两周年活动看起来还蛮丰富的 小伙伴们 跟着我一起经验看一看吧 刚进门就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各种琳琅满目的卡牌 看得我挪不开眼睛 哇 店里面满满都是两周年的特别耶 店里人真的特别特别多 卡油真的太火爆了 听说两周年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咱们赶紧来看一下都有哪些活动吧 大家猜猜这些一排排的袋子是什么 没错 它们全都是卡油的生育福袋 有叶罗莉的 奥特曼的 还有豆罗和三国的 据说199元的货源福袋里 都是物超所值的福利耶 沉甸店一带看起来就很值 还有这张两周年的限定纪念包 据说这里面有机率能开出这些稀有的卡片 不过小伙伴们请注意 纪念包仅限11月11、12、18、19号这四天 全场任意满299就可以领取哦 关注卡油的工作号 就可以获得一个超可爱的机组手环啊 邀请好友加入卡油会员 还能在小程序上领取两周年限定周边福利 走吧 老子们 我们去买点好玩吧 快看 我最爱的叶罗莉 这本纪念贴好闪呀 还有各种叶罗莉中信笔 各种收藏卡册 这次咱们就买一整盒先进收藏卡吧 挖一转头又看到了弹仔派对 这些闪闪发光的收藏卡真的太吸睛了 买哪个好呢 来个萌趣点藏第二弹吧 听说咒术回战也挺火的 来一盒术士收藏卡 小伙伴们快看我又发现了什么 满满一整面墙的奥特曼卡牌 这也太多了 根本挑不过来了 算了 那就随便盲选一盒黑钻版奥特英雄X档案吧 天呐 购物车都快装不下了 走咯 咱们结账去 买了满满一大袋真的超满足 接下来我来在店里随机抓几位卡油的小粉丝 如果他们能回答出来我的问题的话 我就会帮他们实现心愿 你好 小朋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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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能回答出来 我就会实现你一个愿望好吗 好不好 请问你有什么心愿呢 我想要小马狗狗的婚约的礼包 请问你知道卡油两周年的标语是什么吗 希望两者标语 恭喜你回答正确 没问题 那这个婚约礼包就送给你了 没有写 你好 打扰你一下 我这边想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能回答出来的话 我就会实现你一个愿望 可以吗 可以 卡油旗舰店两周年限定青年包内 共有9个角色 请你快速说出3个 呃 礼物 唐三小天狼 对 恭喜你回答正确 那请问你有什么心愿呢 呃 我比较喜欢红的梦的卡 可以送我一套吗 可以的 没问题 送给你 祝卡油旗舰店生日快乐 谢谢 做的小伙伴们 卡油的两周年活动呢 在11月的10号到26号 大家可以来线下门店参与哦 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的天哪 你玩过这种 会瞪眼睛的灰太郎 解压捏捏了吗 竟然有人把它给剪开 还在里面发现了一枚 24K纯金的平底锅 真的是太神奇了 竟然还有这种灰 灰眼睛灰太郎的红带狼 最重要的是 它能从里面臭的黄金平底锅 这个平底锅 应该值不少钱了 我最后想要 呃 这个灰太郎 天哪29倍的一个 可是黄金更值钱 嗯 对 马上就败 这个宝珠们 一年一度的西发生意又开始了 现在点击个个我的投票 你进入我的出国间 我投票啦 赶紧来一起问我注意啦 宝珠们 灰太郎和红带狼 给你们扫兰啦 噢噢噢噢 他们的眼珠也太大了吧 两个红带狼狼出来了 你们两个这样的人 真的太不礼貌了 那咱们赶紧来看一下 他们的身体 到底有没有藏平底锅吧 先跟我的开始吧 不见了小伙伴们 我们现在正在参加 西瓜团队的大宝活动 能不能进行成功 就靠小翠岸们了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是红带狼的肚子里 比较有可能有瓶领锅呢 还是灰太郎的肚子里 可能有瓶领锅呢 我咋感觉 他两个肚子里都有东西啊 要有三个开灰太郎吧 在走后脑勺开始吧 妈呀 这瓶也太厚了吧 总算是滑了它 对吧 这里边竟然是空的 这些人连个屁都没有 对了 我怕连那海老板 贵伴们竟然连屁都没拆到 那希望只能寄托在 这只红带狼身上了 来看看他俩 谁的眼珠子这么大 感觉这眼珠子 都快弹上天了 咱们就从他的肚子上 滑了开吧 来一刀 已经打开了 咱们赶紧把他给 瓦出来 可以 妈 这里面就是拼地锅 奇怪 怎么应该怎么拼地锅呀 拼地锅的后面 还找了一个大猪头 说好的红金拼地锅 到底去哪儿呀 我贼 你现在出到了猪猪拼地锅 不是红金的 肯定不是钱呀 那总结果没说恶唱的 别急 咱们还有四个呢 那我也要来双红太郎 双红太郎 眼珠子转来转去的 肯定在想什么鬼主意 哇 打瓦开 这不是分路的小鸟吗 你帮着我干啥呀 嗯 原来也是个拼地锅 怪不得的红太郎 整天都来火气那么大呢 原来和猪猪拼 还能帮着小鸟呀 咱们都在红太郎 大狗屁 我已经有一种不想那个了 这也不会 抽到红金锅了 一个抽的是红太郎 这次咱们来个灰太郎吧 小鸟们 你们说这只里面 会不会有红金锅呢 咱们从脑袋后面刮拉开 不开 我去 居然是黑色的 这也太黑色了吧 这个锅上面还长着字啊 虽然不是红金的 但是这个造型实在是太不像了 你们觉得是这个绿色的拼命锅好看呢 还是这个黑色的拼命锅好看呀 咱们现在都只剩两只了 一只小宋给给我们投票小可爱 不知道这净来也是 能不能抽到红金锅 谁呀 看看这 什么红金锅 这个不是灰太郎吗 让我来给它打开看看 这是什么 一个金色的锅 我去 我这边就发财了吗 我去